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樊振东是迎来了个人爆发的阶段。 在刚刚结束的两项世界级别的大赛里,樊振东都拿到了最终的男单冠军,可以说个人成绩非常的耀眼,面对各个对手的挑战。 樊振东都能做到全面压制,无论是技战术能力还是赛场的心态方面,樊振东都向国平球迷传递了一个终极信号,那就是国平男队有了新的担当。 而为什么说是新的担当呢?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也都清楚,国平男队此前更多的责任和重心是放在了马龙身上,而这一次的两项比赛马龙都没有参加,所以男队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樊振东的身上, 而结果樊振东不负众望。在两项比赛里都是扛着国平前进,稳稳的摘下冠军。 但是同样,因为马龙的缺席也让国平球迷有一些遗憾,因为大家还想看到马龙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彰显实力,还想看到非常经典的龙胖大战。 但是在这两项比赛里都因为马龙缺席而遗憾无缘看到这样的经典对决了。 而随着马龙的缺席,随着他和许欣一起去参加活动,也有很多球迷猜测马龙是不是很快就要考虑退役的问题。 在樊振东崛起以后,马龙连续缺席比赛也将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状态。 这会不会是他离开舞台的一个信号呢? 而就在球迷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在昨天马龙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正面的答复,而且这个答案让国平球迷都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 那么就在昨天,人民日报曝光了马龙最近的一个采访视频。 在采访的过程中,马龙谈到了此前访港行的感受,表示香港球迷的热情非常高,自己在香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和自己打招呼。 而之后谈到了2025届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马龙表示,自己也希望能够坚持到这一届的比赛,希望有机会去大湾区参加全运会。 那么通过马龙的这一番表态,也就证明了他在短时间内并不打算退役,他还会继续在舞台上征战,这样的时间最起码会保持到2025年。 可以说作为一个老将,马龙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热爱,对于乒乓球的执着依然没有改变。 这一点让人非常感动,而同样,马龙的决定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也证实了这个国平老将在球迷心里的地位。 他的决定给国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让更多球迷感受到了国平永不言气的魅力。 这一点是马龙给国拼球迷的最好答案,但是同样,在马龙宣布决定以后,却让自己的小兄弟樊振东有了更多的压力。 前面我们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樊振东表现很出色,个人也迎来了是拼赛和世界杯决赛的冠军,可以说斩获了很多意义非凡的奖项。 而眼下,樊振东也迎来了冲击大满贯的时间,个人只要再去拿到一个奥运会的冠军,就真正能够站在历史舞台上。 但是在马龙确定继续比赛的情况下,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一定还会参加。 那么这个时候,小胖就不可避免,还是要对上马龙。 而且从现阶段的水平来说,马龙依然处在一个高度自律的巅峰状态,所以这就给了樊振东更多的压力。 但是我们相信,作为国平球员得到的每一块奖牌都是实力争取,从来没有在场上谦让一说,而樊振东想要迎来个人证明。 最好的方式,恰恰也就是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克服自己,战胜马龙,这才是最好的传承方式。 所以这一点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也希望樊振东能继续努力,真正用实力和马龙完成交班。